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许多人呢 这些名嘴就开始去探究他们为什么离婚 讲来讲去呢 都在讲说应该问题出在婆媳之间的问题 就是他的太太呢 李靖蕾小姐跟他的妈妈 两个人为了王力宏这个人的经济大权 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的啊 所以呢 婚姻就走不下去了 那么针对这个事情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首先第一个就是呢 媒体说什么 你可别尽兴啊 你可不要全部就 媒体说了就算 媒体说是婆媳问题就真的是婆媳问题 我们是外人 不得而知 所以不要被媒体带风向啊 你自己也说啊 这就是婆媳问题 不是的 好 那如果不是婆媳问题的话呢 我还是要跟大家说 特别是呢 结了婚的男性 或想结婚的男性 如果你结婚的话呢 你一定要想尽办法 在婚前呢 就想办法告诉你妈 结了婚之后呢 我们不会跟你住在一起啊 你这样一说呢 妈妈有些可能就生气 就俩公了嘛 所以你甚至可以不要跟她说 你呢 就直接啊 在外面就买一个房子 或者是你租一个房子 怎么样都好 这个你跟另外一个女性结婚 两个人来自不同的家庭 已经有非常多麻烦 需要磨合的地方了 结果呢 你现在让这个危险的因子还有变数又变得更多 变成你自己家里那两个老的 他呢 跟你之间本身可能也有点问题了 现在加上多了这个媳妇 问题就更大了嘛 所以说 你千万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两个人相处已经不容易了 不要再让你自己的爸妈或者女方的爸妈 成为你们之间争吵啊 不合的一些变数还有因子 于是在结婚之前 结婚之后 立刻想办法搬出去住 相信我 这会让你人生呢 是少了非常非常多的争吵跟麻烦 我自己当年呢 就是 虽然我没有经历过 但是我就知道一定会有这种问题发生 所以我太太呢 跟我妈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婆媳问题 因为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让他们两个独处 他们两个呢 不会有那种每天住在一起啊 两个呢 这个常常需要碰面讲话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呢 我们就约好了这个时间 我们家庭聚会 大家一起吃吃饭 就算了 当年我爸还在世的时候 我要跟大家老实说 其实我爸呢 当年呢 他在世的时候 如果我是带着我那个时候的未婚妻啊 就我太太到我们家的话 我认为呢 这个婚可能也结不成了 为什么? 因为他一到我们家发现 哎哟我的天啊 原来我的原生家庭这么脏乱啊 我爸是呢 我会从外面撿一些拓铜烂铁回到家里的这些人 那你觉得像我太太 他怎么受得了呢 对不对 所以说不定呢 我那时候常常开玩笑 如果我想要跟一个女生分手 非常多的变数 我们回来这个世界上 如果可以的话 千万不要这样子搬石头去砸自己的脚 特别是 你明明就已经知道了 你已经听这么多人说 看过这么多人的故事 婆媳之间是非常容易有问题的 那你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要想办法避免掉 让他们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这样子呢 就比较容易皆大欢喜了 当然啦 我知道 一定还是会有人讲说 哎呀 可是我觉得好难啊 因为呢 我总觉得我有照顾我妈的责任啊 我总觉得我有什么什么的责任啊 那如果你这个想法非常非常强烈的话呢 我就建议你 就不要结婚 你就交女朋友就好了 因为如果你是交女朋友的话呢 自然 女方不觉得对这个婆婆有太多的责任 婆婆也不会去要求这个女生 因为又不是媳妇 所以我就建议你 干脆就单身 这样子也是不错的 自己一个人自由自在 你自己呢 要怎么去面对你自己的爸妈 想必一定也是你驾亲就熟的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 其实要维系啊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怎么样呢 都是需要透过非常非常多的努力的 特别是夫妻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王力宏的故事 如果你讨厌他 你也不要在那边沾沾自喜啊 幸灾乐祸 觉得说哎呀 怎么你活该 不要有这种想法啊 而是你把他的这个故事啊 他的例子呢 当成是一个警惕自己 或者是呢 让自己可以趋吉避凶一个最好的一个案例 那这样子呢 就可以让你自己的人生过得更好 无论如何呢 我还是祝福你 也祝福王力宏 他不管要不要进入到下一段关系 走进下一段婚姻 那都是他的选择 希望他可以走好他人生的每一步 我是激励男 郑匡语 我是用自己的故事好社会时事来激励你 也希望能够带给你更多的正能量 我们下期再见